男方 男方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你一定会有好结果 你要想全权监管盛世 就必须和苏少年结婚 我支持你 你和天威姐才是最适合的一对 小薇你冷静一点 为什么 明明应该嫁给你的人是我 男方 我终于可以嫁给你了 喂 西文 苏少年 你这个没良心的 为什么非要挑我出国的时候 突然结婚呢 哎呀 你不要生气嘛 这件事情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苏少年 你这种狐狸精 你给我滚出来 苏少年 苏少年 南方是我的内人 识相的话就赶紧离开这里 今天是我和南方的婚礼 那我怎样 我爱南方 南方也爱我 今天 只可能是我和他两个人的婚 杀人呐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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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 别去 小薇 我都答应去你了 你为什么要伤害小薇 她是无辜的 不是我 真的 不是我 没想到你的心这么狠 来人 把他交给警察处理 我看你敢 爷爷 只要我不怕 把我气死的话 你就这么做 我爷爷为了报答你外公当年的救命之恩 才逼我全力 这种婚姻我绝对不可能接受 所以我们也会婚床睡觉 来妈 你听我说 看够没 对不起 喂 儿子 小薇醒了 好 我马上来 太太 您今天怎么亲自下厨了 对呀 爷爷说今天南方回来吃饭 我说呢 每次少爷回来 您都亲手给他准备饭菜 可他偏偏不领情 对不起 对不起 南方和我在一起 今天不回去了 太太 怎么了 没事儿 南方说他今天晚上临时有事 不回来吃饭了 好 好 您看 成了 你先回去吧 不用管我 是 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你瞧什么呢 我刚才都还没有 什么 瘦男方这个死渣男 放任你这么好老婆不珍惜 不行 我就 就坐下 你别生气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他胜男方到底有什么好的 整天一副死人冰山脸 当年在学校里追你的人那么多 尤其是故意 接个电话 喂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 妈 小雅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着 小雅 我儿子的房子我不能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下次你们来可以提前打个招呼 我好让厨房给你们准备点东西 还真把自己当某善家的女主人了 真不要你 小雅 你一个女孩子佳佳的 说话不要那么多多逼人 你算什么东西 谁敢来教训我 谁知道你和你老死外婆做什么握手的方法 呼噜我爷爷 谁逼着我和你 你居然敢打我 你看看我谁呀 你跟别教训他都别人敢打我 女儿非有教养的那种 你还能玩一玩 哎呦 妈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妈你没事吧 这不是故意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你娶个好老婆 不分情供造白 上来就打人 哎呦 南方 我们上年到底做了什么孽呀 怎么起不开这么恶毒的女人啊 南方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马上叫妈和小雅道歉 你连我一句解释都不听 就认定是我的错吗 没这个必要 对不起 你外公已经去世了 节哀顺便 不行 自暴自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这个道理我十岁的时候就懂了 南方 其实你是不是不喜欢爷爷安婆的相亲啊 叫南方 就因为你把老子开除了 看来老子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了 老子竟然就要弄宿你的女人 有种 冲我来 别欺负女人 别欺负女人 学长 谢谢你送我回来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么客气 你需要回生病的 我送你进去吧 不用了 我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我来 所有人都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你怎么不开灯呢 刚才还和野男人狼情惬意的 怎么 现在装起神女来了 你什么意思 刚刚那位和我身价比你可差远了 你这个如意算盘 似乎打错了 怎么 还想打人啊 混蛋 人方 人方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喂 儿子 小微哥二了 你快过来 跑忙过去 天威啊 以后别再做傻事了 伯母啊 还等着喝你净的媳妇茶呢 可是爷爷 不会让男方离婚 我没有男方活不下去 哎呀 爷爷他老头了 你在我心里啊 永远都是我的好儿媳 小微怎么样了 哎呀 幸好啊 这伤口不深 有发现得早 我去找一下医生问了 好吧 嗯 小微 这种事情我不希望还有下次 对不起 男方 我一想到你每天要跟那么恶毒的女人 是否在一起 我就很内心 你先好好休息 别想这么多 你能先来陪我 我一个人害怕 你先睡觉 我 去打个电话 救命 你呀 幸亏昨晚我及时赶到 不然你死在房间里都没人知道 哎呀 要不怎么说你是我的福星呢 反正只要有你在 我肯定不会有事的 怎么了 好啊 好啊 怪不得对你不闻不问 原来外面有女人了 小男方 都没有放在眼里 何况你这只刚成了行的小狐狸 哎呦 还真是柔弱呢 老娘今天废巴了你的话 皮不刻 习闻 你冷静点 小小言 马上带着你的朋友离开这里 否则后果自负 你怎么这么傻 人家小虾都起你头上来了 你反倒躲起来了 毕竟 是张天威先认识南方的 严格来讲 我才应该是进入他们的那个人吧 胡说八道 他认识南方要真喜欢那黑心白白恋 当初为什么要娶你啊 娶了你又对你不闻不问 这是真的吗 学长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受伤了 别给你 你宁愿选择一个不爱你的 也不肯给我一个机会呢 对不起 学长 我已经结婚了 太棒了 我真的不是小虾 他不能让污蔑我 好了 我一幸无愧就好 好吗 南方 你是去做做少爷吗 我回公司开会 妈 我到了 天威姐在哪个病房 傅大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来看个朋友 你有空吗 我们 我还有事先走了 帮我查一个交付新闻的呢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 才害得你被公司开除了 没有啦 老娘早就不想干了 可是 没有可是 如果你真的心疼我 那就请我吃顿大餐吧 今天 你随便点 这可是你说的 走 好 男方 我可以跟你谈谈吗 我很忙 只耽误你两个分钟 说吧 那天在医院的事 我替西文向你道歉 还有一分钟 西文他只是想替我打包不平 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你有什么气的话 冲着我来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在背后 搞小动作 害西文丢了工作呢 你说我在背后搞小动作 你不能仗着自己 有权有势 就这样欺负别人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真的很过分 我告诉你 我盛南方 任何事情都是正面干的 从来都不而明明 真的吗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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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爷爷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是时代变了 南方说的话也不无道理 不如您就放下诚信 听听南方的话吧 今天就看待少爷的面子 我今天饶了你 臭小子 好好想一想 谁才是值得你珍惜的人 那事是我错怪你了 这没什么 只是我看不过 有人打着我的旗号 自作主张罢 总之 还是谢谢你 这个药膏 对伤口的恢复很有效 你自己不方便 我帮你吧 你不回答 我就当你答应喽 我就跟你说 我愣疼你了 那我请你找 你出去 走 你把那个拿上 你也受伤了 我去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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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去 你出去 我出去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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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去 你出去 你出去 他这个人 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尽人情的 但其实内心是很温柔的 我相信只要我真心对待他 他肯定是能够感受到的 是是是 总之呢你老公什么都好 他瘦男方大概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 这辈子他娶了你这么好的老婆吧 哪有那么夸张啊 反正啊他要是再敢欺负你 那我就 男方 怎么不做呢 小薇 你什么也在这儿 小薇你先别激动啊 你起来回家陪我好不好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 男方 你怎么喝那么多久啊 来来来坐一会儿 别管我 现在放你真的是疯了 好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幸好今天还剩十分钟 生日快乐 穿蜡烛呀 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吃一口 好吃吗 你可以自己尝尝 好 你自己尝尝 我自己尝尝 自己尝尝 那你自己尝尝 你自己尝尝 你自己尝尝 南方 我终于真正和你在一起了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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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也喜歡上副下人 袁鳳 生日快樂 是我 马上去查一下苏绍眼外婆家的地址 还有 把复习闻的电话地址给我 别再死缠烂打了 南方永远不会爱上你 三年的暗恋 半年的婚姻 还以为终于守到云开监狱吗 原来 这是一场彻脱彻尾的笑容 苏绍眼在哪里 什么 苏绍眼又不见了 你确定你没看到过他 老娘这两天天天在公司加班 看到黑眼圈没 我哪里有空见他 有他消息立马联系我 喂 盛南方一把话说就是带走 死渣男长得帅有什么屁用 苏绍眼 别让我找到你 妈 儿子 爷爷怎么样了 他在里面抢酒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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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家的员 儿子 Zither Harp 你终于肯出现了 明月的事我也很难做 她是我嫁到盛家以来 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 时间不早了 我们先进去 盐盐 你要不要再重新考虑一下 沈南方 嫁给你是我这辈子 做过的最愚蠢的决定 现在终于能解脱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没什么好犹豫的 好 一定 南方 喝点蜂蜜水吧 给我去弄杯水来 试试马上去 等等 原来的东西呢 这是张小姐她的 来了 给你快看看 今天布置的新房子 你看 喜欢吗 我原来的东西呢 我扔到杂物间去了呀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滚出去 南方 起床吃饭了 他上火车 越远越来的话 饭时间 还可以 控制她 你 Chase 去 你 经 было 今天我喜欢上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盛南方 16年3月15日 没想到我的相亲对象居然是他 16年8月26日 我们结婚了 这傻瓜 到底偷偷跟了我多久 五年了 苏少爷 你究竟在哪里啊 好久不见 苏少爷 他们怎么在一起啊 看苏小姐有点眼熟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应该是记错了 我刚从法国回来 王总 我和苏小姐单独聊一下 请 盛南方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啊 我去哪儿 好像跟盛总没什么关系吧 盐盐 少爷 我知道你恨我 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解释啊 你再不放手 我真的叫人了 只能让你给我放尊重点 怎么了 少爷 没什么 跟盛总有点小过会吧 这是我跟少爷两个人之间的事 你确定要查什么 现在少爷是我的人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请进 请进 请凡 我派人调查过 苏少爷小姐 五年前去了法国 用了法文名字 朱丽雅 最近在国内的 快不得一直找不到了 行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张小姐来了 告诉他我不在 赵小姐 我们总裁有事 他出去了 要不 吓死他了 等等 季晨阳 苏少爷回国以后 南方有没有单独跟他见过你 这是总裁私事 我们之前做下手的 我知道 我会给你倒杯咖啡 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张天威 好久不见 苏少爷 原来真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当然是赚钱了 我跟两位高贵的小姐可不一样 不赚钱 就没饭吃 你跟我哥离婚的时候 难道我们要补偿金 外面请自便 等等 有事 帮我们俩倒两杯咖啡吧 我们俩可是总监的朋友 快乐咖啡 慢慢品尝 苏总监 各部门四个人已经准备好了 会议马上开始 行 我知道了 你叫了什么 这位是我们法国总公司 派来的苏少爷 苏总监 原来张小姐自以为是我的熟人 不过不好意思 我好像跟你不熟 走 拍回去了 我送你回去 不必麻烦盛总了 盐盐 我们谈谈吧 不好意思 我跟我男朋友有约了 跟我来 妈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信不信 我真的会报警 你有什么事赶紧说 我没工夫 没工夫 爷爷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自从外公去时候 已经很久没听到有人这么叫我 别这么叫我 你没这个资格 喂 学长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耽误你 约会取消了 盛三方 你是有病吗 你有什么资格 代替我取消约会 你把手续还给我 盐盐 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你冷静下来 你听我说 我不想听你说 我也不想冷静 把手续还给我 你还给我 还给我 还给我 你们在干什么 你给我站住 elepha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看上面有苏小姐的 伯母 到底该怎么问 南方不知道被那个女的迷了心窍 还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你别着急 她肯定是一石糊涂 被那狐狸精迷了心窍 不是 伯母 小心 有我在你这边 盛老太太 您这么着急地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吗 苏少妍 看来我是小看你了 是小看我 他有什么事情 我就是这个想法 是小看你 都过得很 información 没有什么事 那是一的 我正在鸟里面 想撤开 你们都过得了 一遍 他们在外面 你快点 都过得好 这事 不过 再带你 你不能打托 他把我打托 他回来 他应该没做过什么好戏 他来得刚刚好 不过以后 你别这样了 为什么 这次他妈主要来找你麻烦 你不会还要像之前那样 我只是不想和盛家 再有任何瓜葛 南方 其实刚才妈 妈 不要再去找苏少妍了 也不要再张罗我跟小薇的事情 否则 下个月开始 除了生活的基本开支 我不会再支付你跟小雅的信用卡账单 那些赖在甚至吃闲饭的沈家远方亲戚 也将立刻卷铺盖滚蛋 南方 就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 居然对你的亲生母亲这么绝情吗 妈 她不是不相干的人 她是你儿子我心爱的人 苏小姐 真是每天很动人 今晚第一笔上款 就强交给你 王总 今天就过奖了 到处招呼那天 真是个水心羊化的女人 感谢今晚 大家给王某薄面 参加这次慈善晚会 今晚的慈善晚会所有募捐 都会捐献给青城市儿童基金会 接下来 由苏小姐 为大家呈现出第一个耳环 这对耳坠底价三千元 请各位踊跃出价 一万 五万 二十万 郭总 郭总为博美人一笑 果然 出价更高 二十万一次 二十万两次 三十万 果然 盛总一出手就是三十万 四十万 郭总又加到四十万 真是没想到 一副耳环居然掉到四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次 曾娇 那我在这里 就替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感谢盛总的爱心 不必了 我们盛世也在热衷于慈善活动 这个耳钉 比带更合适 继续带着吧 那怎么能行呢 那就一起喝一杯儒喝 没想到盛总也这么有情绪 没想到盛总也这么有情绪 苏小姐的魅力果然不小了 顾先生 你跟苏小姐什么关系啊 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喜欢她 但是她的心思 都在盛堂当下 爷爷 今晚真美 不要再受这副法了 免得应时大家的误会 不误会 怕谁误会 不议人吗 是又怎么样呢 你不会真跟她在一起的吗 在一起又怎么样呢 你不许会 沈南方你有病吧 我劝你一句 有病就要尽早治愈 当初明明就是你先提出的离婚 我现在又在这里假惺惺的故族申请 你给谁看呢 还说是我 出的离婚 我 学长 今天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对了 少爷 你现在 对南方 我和他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 你以后也不要再提他 嗯 好 妈妈 你回来啦 宝贝 你今天 有没有乖乖的听干妈的话呀 嗯 有 还没有呢 这小家伙一天天吸气鼓外想法可太多了 今天晚上可别我今天很坏了 还不是自己太动了 哈哈哈哈 嗯 怎么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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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来了 人家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 你却在这儿喝闷醋 傻不傻 什么意思 心少颜跟顾日然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连孩子的 我可能 我可能 你待会儿 这是什么 我不想 我妈妈 你 我自己就是 这两个人不值得你为她这样 我 这阵使眼淚 你 我 来 下车 宝贝 学长 真的谢谢你啊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少妍 你以后能不能对我 不要这么客气啊 来 宝贝 顾叔叔说拜拜 拜拜 拜拜 晓月娅 拜拜 你要跟妈妈说什么 妈妈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上一二年了 今天呢 妈妈要加班 晚上放学的时候 跟妈回来接你 好吗 嗯 拜拜 拜拜 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到了 原材料供应商怎么会出问题的 这个王老板和原来的李总监 关系亲密 所以 明白了 不过现在时间很紧迫 连西新的供应商肯定来不及 这样 你打电话给王老板 说我要请他吃饭 我亲自跟他谈 总监 这个人很难查 没关系 去吧 好的 喂 续文 怎么了 少言 晓月娅不见了 什么 怎么是 你不认识你 妈妈说不能随便 你要某什么样的东西 我叫顺南方 你妈妈苏少言 曾经是我的妻子 怎么说你还是我爸爸了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初次见面 我叫书月黎 你可以叫我小月娅 沈南方 妈妈 月娅 宝宝 你怎么算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 妈妈都担心死你了 沈南方 你以后不许再见我的孩子 根不准私自把他带走 否则 我肯定报警抓你 走 小月娅 小月娅的事情 你没有必要向我解释一下吗 她是我的孩子 我有什么需要向你解释的吗 那你紧张什么 来 宝贝 你先进去玩 妈妈跟这位沈叔叔说说话 好不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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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明天一走废吧 走吧 对不起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尽全力补偿 你们做什么都可以 不需要 如果你真的心里 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困扯的话 就麻烦你远离我们 不要来打扰我们母女的生活 除了这个不可以 盐盐 我知道我自己错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但是我离不开你了 盛丹帆 你离不开的不是我 是那个被你虐了千遍百遍 还有傻傻为你付出的苏少颜 你放心吧 同样的坑 我不会踩第二次的 我知道一时时间 你很难接受我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快要迟到了 盐盐 小包 你怎么来了 送你去医药园啊 沈南方你又想干什么 送小医药医上学 然后再送你去上班 放不着 你不是上班来不及了吗 再说了 身为执行总监 你总应该给小医药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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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 你先送他去幼儿园 我自己打车去上班 宝贝 今天放学之后 乖乖等妈妈来接 不许跟这个人走 听到没 来 把书包拿上 看来他还要去很久 我今天会好了 以后你放学的时间 程阳叔叔会接你来公司 为啥 因为我想跟你 多一点时间相处啊 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嗯 那真的是 是不是不能告诉妈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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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苏小姐 不仅能长得漂亮 身材 也挺好 哎 王总 您真是说笑了 咱们呢还是先聊聊 这个供货合同的问题 合同好说 先喝酒 气氛到了 什么都好说 嗯 哎 王总 真是不好意思 我先去趟洗手间 行 嗯 哎 真没想到 那个小孩儿居然是南方的女儿 真是搬起石头擦自己的脚 好 事到如今 只能尽力想办法补救了 小月阳 阿姨好 阿姨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你看 杨娃娃娃 你喜不喜欢 谢谢阿姨 可是我妈妈说 不能随便就是陌生人的礼物 嗯 阿姨不是陌生人 阿姨马上要跟你爸爸结婚了 以后阿姨也会是你的后妈哦 阿姨 你不可能当我后妈 小峰和我妈妈都不好了 不可能 她们都离婚了 怎么可能还在一起 你不要回事啊 阿姨 我没事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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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了吗 哎呀 我只会娶一个女人 那就是你妈妈 你需要什么呢 男方 看来我的不忍和颂龙 只会让你越闲越深 来人 以后谁再随意进出我办公室 一律卷不该走人 别 别这么狠心嘛 送张小姐去医院 张小姐 行 别了 我自己会走 爸爸 你喊我什么 爸爸 爸爸 你放心 我还帮你吧 坐这儿 坐吧 你 睡 王总 你看我们这酒也喝完了 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不着急 开个房间 闷闷的 王八蛋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拿着你的合同滚蛋 你让我整理一下什么 当然是让你舒服的东西 你分开 分开 分开 帮我处理一下那个王总 帮我处理一下那个王总 顺便去我结婚酒店查一下 每天的事情 别碰我 别碰我 放心吧 言伟 以后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放心 好热 好热 你不够 你不够 不够 不够 言言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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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 早餐好了 我趕着去上班 我做了很久的 你尝一口就好 你自己吃吧 爸爸 我要喝牛奶 我要喝牛奶 爸爸 我要喝牛奶 爸爸 快點 媽媽來了 早餐馬上做好了 不用 我不餓 昨天的事 謝謝你 照顧你為母女 本來就是我的責任 爺爺 我們付婚吧 沈南方 我曾經深愛過你 也恨不過你 但現在的你對我而言 除了是小月兒的 親生父親之外 跟陌生人沒有任何區別 爺爺 你聽我解釋 我不想聽 我的心早就已經死了 我們已經死了 不 但現在的你 你會不會 好 你會不會 我把你拿到 你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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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 學長 你怎麼來了 爽爺 有時間嗎 我想請你吃個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顾大哥 小雅 走 我没吃到吧 没有 是我来走了 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 我还以为你讨厌我呢 怎么会呢 小雅 你出身好又聪明漂亮 这追你的人都排着队 可我对他们都没有兴趣 顾大哥 其实 小雅 今天其实有件事情 我有个朋友 他很看好盛世的发展 准备入手一些股票 当个小股东 听说你手上有百分之五的股票 如果你愿意出售的话 价格好商量 这个 没关系 小雅 你要是为难的话 就算了 哎 顾大哥 你等一下 我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小雅 谢谢你 来 坐 什么 你居然拒绝了顾亦然的求婚 他可是青城市排名前三的钻石男 你干吗呀 排名第一的是我爸小方 嘶嘶嘶 你一个小嗨家要懂什么 干吗 你也是单身狗 连个恋爱都没有谈过 还行呢 我的小月牙 以后我再也不会陪你组队打游戏了 不打就不打 反正我肚里都是个白银 因为你还是个青铜 哎呀你 好了好了 我们都别再说了 反正呢 我这辈子是不打算再婚了 我现在就想努力赚钱 然后把我们小月牙给人找她 喂 小雅 有什么事吗 顾大哥 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我听说新上映的一部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忙 你要不跟别人去吧 顾亦然 你明知道我喜欢你 为什么对我忽冷忽热的 你不会信你还有那个什么苏少妍吧 对不起啊 小雅 咱们两个是没可能的 我真不明白 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我和南方从小一起站 我们是所有人眼中共认的一队 苏少妍 他凭什么家 那天在风链县城 差点杀了我 我恨死他 我哥的顾云三年都昏了头 整天跟着那个苏少妍屁股后面昏 要是没有苏少妍这个女儿就好了 公平 你说什么 小雅 如果没有苏少妍 我就可以和南方在一起 你也可以和桂兰在一起 我们都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幸福 不是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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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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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好过的 小雅 你哥哥为了苏少妍 居然威胁要停掉我们的信用卡 对不起 小雅 咱们两个是没可能的 要是没有苏少妍这个女儿 就好了 苏少妍 你去死吧 小雅 小雅 你哥哥怎么样了 妈 妈 妈 哥没事 只是受了点轻伤 医生说过两天就能出院 你吓死妈了你 快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了 是哪个网网打给开的车呀 是 是我 你 你个死丫头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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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这很危险 你为什么要救我 五年前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我不想再让你一个人 独自面对微信 可你不是已经和张天威 你们两个 我跟她是清白的 我这辈子只爱一个女人 她的名字就叫做 粗小言 我先走了 颜颜 你现在接我出院 好吗 哥 对不起 你看刚才粗小言的态度 那小雅只不过是一时气不过 好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帮她说话 好好看看吧 抱母小雅 能帮她怎么样 轩尾 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我对你很失望 你这话什么意思 妈 你别跟她废话了 咱们走 到了 你自己进去吧 你不进去 不吃了 我对这儿的印象实在不算好 你干嘛 你放开 放开 干嘛呀 你放我下来 我会儿吗 妈 这个送给你 俗气 燕燕 我后来才知道 声音槽的花语是等你爱我 对不起 你不要再说了 米老鼠好 你好 我们一起玩吧 等一期待 你这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我们有名字 妈妈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没有 妈妈只是在看爸爸的日期 妈妈 你还喜欢爸爸吗 我也不知道 那妈妈 今天幼儿园举行唱歌比赛 我又拿了第一名 真的呀 我的宝贝 你说 你想要什么奖励 妈妈都满足你 什么奖励都可以吗 嗯 欢迎光临 现在本店正在举行情人节特别活动 最佳情侣接本账 和免费获得情人节套餐一份哦 还有礼物奖手 你干嘛 姐姐妈 爸爸妈妈 你们快听听 月娥想要礼物 不了 我们就不请你了 月娥真的吗 有多好的什么礼物都可以的 月 月娥 不许胡闹 你答应孩子的事情可不能食言啊 嗯 来吧 总裁 最近一直有人收购我们公司的股票 而且数量不行啊 找时间帮我日日李董他们吃饭 咱们看这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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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爸 妈妈你倒了 没事 爸爸在啊 爸爸 妈妈你倒了 爸爸 你没事吧 你老师吧 你刚昏倒了 妈妈 我立马送你去医院 不用 我知道你努力 但是你也不能 不顾自己的身体啊 你把小月药都吓坏了 宝贝 妈妈对不起你 不顾了啊 拜拜 妈妈 你们要永远守着我一个 都不能想 对 请不吝点赞 认试 乔 saw女人 你听到什么 我听到爱你 就听到为什么 你听到什么 是不是 老婆 怎么回事 是你老婆 死你了 来 管张 IT 你说老婆 有什么好男女 谁是你老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快去开个门 妈妈 新闻 嫂子 我们是特意来向你道歉的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 真的很对不起 小叶牙吧 来 快让奶奶看看 哎哟喂 我的鬼孙女 来 这是奶奶给你的见面礼 谢谢奶奶 哎 真乖 小叶呢 圆个妈妈吧 之前对你有成见 那是因为我和南风她爸爸结婚 也是被长辈安排的 我知道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非常地痛苦 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再走我的路 您别说了 您别说了 我都知道了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就不要再提了 好 暂不及了 以后啊 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来 小叶牙 再让奶奶抱抱 妈 到我了 让我抱抱 等一会儿 再让我抱十分钟 小叶 张天威 张天威 你冷静一点 自暴自欺是没有用的 梅子 苏少爷 我小叶 离开奶爸好不好 我十几岁开始喜欢奶爸 我做了一次 都是为了他 我不都没有他 别闹了 小叶 快下来 没办 你跟他说 你跟他分享跟我在一起 你干吗 我知道 我从这里站下去 我让你一辈子不在爱你 你做的一切啊 我都已经知道了 别再自暴自弃了 不是 别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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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 我是爱你的 我错了没有爱过你 好 知道了 心里怕 总是他这个狐狸心 没有他 你不会跟我分手的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错以为那段白天就是爱你 直到跟他离婚之后 我才知道 到底什么是爱 对不起 我没有早点和你说清楚 不可能 我不是 这不是真的 不是的 天王 你告诉我 不是真的 不是的 不是的 你找导人 我还不想 定了 你 如何 你 我 够总忽然大家光临 只能。 不知有何会的 我 麻烦了 股权转让出 这哪怕 我现在以盛世最大股东的身份通知 交出经营权 和总裁权 贵人 看来你今天 志在必得啊 过去 方便问一下原因吗 三十年前 我的母亲顾清凌 和练尊圣叶本是一对情侣 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谁知道圣家拼命地拆散了 逼圣叶和沈氏小姐 完全不顾当时我母亲已经怀有身孕 原来你就是 死那之后 我母亲一直郁郁寡婚 在得知圣叶意外去世之后 受到了更大的刺激 我现在精神错乱 发病的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这一切 都是败你们圣家所谓 我父母的婚姻的确是个错误 但那也都是上一辈的事情了 我们俩都是受害者 那现在呢 我喜欢了少妍这么多年 可她把鞋子 全部都放在你身上 虽然你做了那么多 对不起她的事情 她一人不愿意 多看我一人 少妍喜欢谁呢 是她自己的选手 我能替公平竞争 不要再说了 下周股东大会 就是盛世益主之事 你公司的事我听说了 怎么 是很麻烦吗 盐盐 如果明天股东大会上 我变得一无所有了 怎么办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能够东山再起 大不了 我养你嘛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喜欢这份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 这位就是咱们盛市新的总裁 顾以仁先生 盛总 您在开玩笑吗 公司马上就要面临破产重组了 这个时候定新总裁 什么意思 你都听到了 咱们盛市现在资金紧缺 如果正好有人接盘的话 那不是这个 我看过您的方案了 这会原谅 一老卖老 思想净化 导致我们盛市这么多年来 过度不浅 看来啊 现实是 需要改革了 放心吧 爷爷 新的盛市 马上就要应运而生了 哥 想了想去 我还是决定告诉你 有人要买我手上的盛市股份 总裁 顾依然和张家的人接触 想吞掉他们的补权 让他们买进 要多少给他们多少 你从小雅和张家手中拿到的股份 是我故意买给你 什么 你 目的 目的就是要掏空你手上的资金 而你现在所持有的盛市 只不过是一份空架子 故事 也会因为资金锻炼而陷入危机 老顾 没有数了 是你来错 西文干嘛呀 神神秘秘的 到底要干嘛 你不要管这么多了 你不要管这么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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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